上一期我们讲到钙的一个无土栽培的利用 这一期我们讲一下铭元素 首先我们说一下作物缺铭的一个症状 首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缺了铭以后你这个椰片会发黄 但是它和缺氮的发黄还是不一样的 缺氮发黄这个叶片是变小的 缺铭这个叶片发黄大小不受影响 就是发黄 然后你看这个叶子没劲 打了这头 劲的问题就是你早上起来以后 你会突然发现 我感觉到没有说别多浇水的时候 叶片的涂水现象是非常严重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好比说我们这个黄瓜 你种黄瓜的时候 叶片突然就像类似于什么呢 细菌性搅拌病一样 出现了一些干点 但你仔细看吧 又不像细菌性搅拌病的一些症状 实际上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作物缺铭以后呢 它这个细胞壁变薄 然后那个水分呢 往往很容易就突破这个细胞壁了 然后这个细胞就坏掉了 坏掉以后最终要干掉 形成那个干掉 这就是很多时候 无主栽培当中这个缺铭的争端 为什么说我们土壤栽培这些话 缺铭不是很严重呢 因为你土壤本身含有铭 再一个现在很多虫食肥啊 虫食肥里面是它这个填充料 用的就是铭元素啊 硫酸铭啊 所以说呢 加上土壤固有的 加上你人为添加的 所以说呢 有时候你感觉到 我就没有补充铭肥啊 我是做我也没有 扁现出缺铭的症状 而无土栽培当中 它完全也不一样了 是吧 你缺铭就是缺铭了啊 因为你这个机制里面 液康里面是不含有铭元素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补充这个铭呢 首先呢原料 硫酸铭比较便宜 一吨几百块钱 怎么用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和水溶性复合肥啊 可以混在一起用 你像我们的经验呢 一般情况下 好比说我们配10%的肥料溶液 一般情况下就是8% 是充实肥 就是淡淋甲的充实肥 2%是硫酸铭 混在一起 食物到我们这个 种植草里面去 或者种植袋里面去 这样情况下就是 很好地把铭肥补充上去了 这样情况下你的作物就不至于会出现 一个缺铭的症状了